可以說是威盡一時 雖然南韓雖然說是藍支乒乓球丹達好爺 但都未及得這樣的威風 是的 他們兩個球手進入決賽 拿金牌銀牌 但這個項目的銅牌 他們拿不到 不像中國女子丹達那樣金銀銅拿了 不過這兩位球手都很受中國教練員 和副團長看重他 是的 在比賽場地 我們有同事都立即見到李富榮先生 都跟他聊過 李富榮先生這麼有經驗 也是中國拿不少團體冠軍的成員 他亦提到進入決賽的兩位南韓的球手 他個人都認為 中國的球員都有值得向他們學習的地方 他們有他們的一種打法 可以說是衝破了 我想這個時候不單止我們要重溫這個片段 可能中國的球員都要多看幾次 一位就是金奇澤 另一位就是劉南貴 看看他們在決賽裏面的表現 各位觀眾 現時看到的就是南韓的名手 好 劉南貴 面對觀眾穿藍衣服的那個 就是金奇澤 大家都很熟悉 都是名手 劉南貴一開球馬上搶攻 金奇澤 大家看著他也很厲害 馬上反攻 第四局的賽事 劉南貴 暫時的總分是以二對一的領先的 第四局 第四局 因為兩個都是南韓的選手 觀眾也是紛紛報以熱烈的掌聲 他們的演出也非常精彩 大家看看兩件的球衣已經知道 濕透了 全力以赴 兩個都打了真軍 劉南貴整件衣服都濕透了 那條領少少 還未濕 9-4 一開球 金奇澤 立即搶攻 很好啊 兩個都放盡來打 怎樣 大家都追讀才打到那點 逼著對方 仍然是劉南貴發球的 一開球 撲過去 金奇澤 很棒 逼著位置 劉南貴 那個中枱 拉得真是 那個勁度 非常之厲害 大家看看 中枱 直板很少中枱 全臂都放上去 所以衝力和旋轉力 非常之強 轉發球 五對十 金奇澤落後 金奇澤打下風波相當好 照那邊回來的 尤其是王耀榮的通知現場說 長長波都要落後 後來居上 鬥志非常之強 現在體力驚人 看見他落後 仍然敢於起板 兩邊打著 有機會 6、11 劉南貴起板 6對11 看金奇澤 怎樣可不可以追到 看他怎樣打 金奇澤發球 一開中間 沒法自己起板 7、11 他一走走到右邊的時間 劉南貴一看斷他過去 有一點點空位 想逼過就逼出街 7對11 金奇澤開 一開馬上閃了 就有機會 但是劉南貴真的厲害 步伐好 走位非常之靈活 而且他的正手力度很猛 大家一看一逼過 立刻全臂 因為他的打法跟中國的球員不同 他的打法類似日本的選手 但是他的力度和穩陣的程度 比日本的選手更好 大家看看 金奇澤一板 然後再逼著劉南貴的左手 因為劉南貴打左手 他大家熟路 他打正劉南貴右邊 是變成左邊了 變成反手那邊 劉南貴發球 一個短桌跟著他 金奇澤很聰明 盡量利用位置牽制著對方 一個高拋 他點開金奇澤已經聰明 立刻起板 但是劉南貴的膽識的確是過人 對方起板 他簡直不守 跟你對拉 打到中間 劉南貴仍然有反擊之力 稍微高擊 好球 中台兩個打的力量相當大 好球 他們打中台 比較我們中國球員 更好些 因為他們有法力的時間 整個臂是飛的 你看 拉後飛上去 所以力度較為猛一些 金奇澤 看 打穩陣一點 金奇澤 看準了 劉南貴打到反手那邊 雙方演出很精彩 金奇澤立刻快攻 立刻一板快推 全部以速度和力度取勝 這板很快 相當精彩 這個球 大家再看 一個加力推 逼到劉南貴走完 那邊 這邊空 一板殺直線 點與力 速度也有表現 非常之出色 這板球 觀眾也非常讚賞 紛紛拍掌 十三十一 看看劉南貴會不會搶攻 金奇澤先出手 先 劉南貴這板球很棒 打到中間 如果打到正手 金奇澤有機會 你看看 金奇澤一板快攻 放正中間 你怎麼發力 沒有辦法 只發力 閃身不夠 打了落網 雙方的點 雙方的點 打得很好 大家又熟路 一開球 金奇澤立刻打住 劉南貴的中枱真的好 七十五 給你打住 一板重板 他和你拉上去 因為你中枱全臂拚過來 大家再看 一板手 閃定身 發力拉 金奇澤 按得按不低 那個球 船子相當奇 金奇澤一開球 一個快壓 很厲害 金奇澤 他不敢打他正手 因為劉南貴的正手太厲害了 所以他迫在反手那邊 金奇澤閃身打得很漂亮 斜桌出的 打得很穩 十三對十五 再看慢鏡 一開球 閃身打得很穩 打到桌角 劉南貴以為 他當然是打自己的反手 有 這把打反手 一個逼角 好球 這幾把快攻 氣勢相當厲害 吹成十四對十五 大家再看 逼角 跟著打過去 再逼一把 穩陣一點 很聰明 金奇澤發球 有機會了 劉南貴一擋個正手 他馬上拿一把重板追成 十五對十五 好 大家再看 劉南貴以為送過空位那邊 誰知金奇澤早已有準備 一個戰步撲過去 立即一把重板球殺 十五對十五 好 劉南貴發球 跟著閃身一把 拉直線 好球 這把 看準的位置 他也知道金奇澤的正手厲害 現在閃身拉下去 反手 你不能攻 好球 劉南貴開球 一開 金奇澤這板 心急 也想善善國 是出界 好可惜 十七十五 好可惜 大家都看到 十七對十六 劉南貴發球 一個高拔 金奇澤這板 好弱 看準的路 一開個短桌 立即自己的身 向前 腳伸入桌 大家再看看 入桌 立即可以發力 桌面的發力 手腕運用得很好 劉南貴發球 金奇澤立即搶攻 一個快壓 沒有運 但網出界 轉發球 十七對十八 這板球下桌 有機會 好可惜 彈了網 運不夠 金奇澤發球 十七對十八 好緊張 看可不可以追回這局 一開 跟著正球 但是劉南貴很有風度 球證宣布是 金奇澤是輸的 但是 17 18 劉南貴視義是網球 所以轉回 仍然都是十七對十八 好緊張 金奇澤 開球 一開 有機會 立即拿到攻勢 但劉南貴走動得很快 大家看 好球 十七對十九 這個球打得真是漂亮 金奇澤已經逼他兩個角 逼到他反手那邊 以為空了位 大家再看看 慢鏡 逼那邊 一個走回 大家看他交叉步 反手一扔 全臂扔下去 相當精彩 這板球 看他贏 十七、十九 金奇澤 一開球 網球 17、19 十七、十九 金奇澤 發球 劉南貴立即唱歌 很好球 一拉拉過去 逼著金奇澤 金奇澤 仍然不手軟 閃身按一個直線 金奇澤 金奇澤 十七、十九 金奇澤 金奇澤 一開球 一開個短桌 劉南貴插板下旋 跟著搶高 好球 逼著角 大家看 金奇澤 是桌面發力 他是打盲桌 劉南貴打中桌 他按著桌 立即打空位 吃球 吃得很實 十九對十九 一開短桌 一撲過去打 劉南貴反手那邊 二十對十九 金奇澤 反而一分領先 看看劉南貴如何應付 如何接這個發球 金奇澤 發球 一開 金奇澤 立即打法 好球 一迫反手那邊 想著劉南貴 有可能不敢起板 竟然間 就法力拉 大家看看 要迫他 誰知道他法力拉到 好 金奇澤 這把也打得更謹慎 如果重板一些 就好 二十對二十 轉發球 劉南貴發球 一開 沒有法子閃到身 跟著有機會閃到身 金奇澤 打得很好 但劉南貴更好 已經打著反手 誰知道左腳一拉後 夠了位 拉直線過去 好球 轉發球 二十對二十一 金奇澤 發球 金奇澤如何開球 仍然 一開到短的 一有機會 立即拿板重板 打得反手 再刷一板 好球 這麼緊張的關頭 徒不守怨 反為全力以赴 好球 全部以第一時間 擊球 大家看看 一彈起立即殺一板 再殺一板 直線 逼著兩個角 再打板 完全兩個角 打開了 再度平手 劉南貴發球 一開 金奇澤 立即搶攻 打下去反手 仍然被他擋回 這個球 反應很快 事實上 劉南貴演出太好 金奇澤 你看看 亦是沒得說 這把球自己 打得好 二十一對二十二 劉南貴演出太好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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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南貴演出太好球 結果三對一 劉南貴就贏了這場球 是的 蔡Sir 見銀行兩個都打得很出色 明年又是世界錦標賽 他們兩個 其中一個都會是來屆的世界冠軍 有沒有這樣的風範 這樣就很難說 因為下一屆世界賽的時間 中國就是因為起這次男子 一這樣說 世界人的眼光看起來的乒乓水準 是以男子為水準的 你女子拿多少冠軍 他就不是說你的眼光 不是說水準不是很高 就是針對起男子單打和團體 他這次雖然南韓是贏了 那中國回去 因為覺得自己的打法 當然是針對 為什麼會輸呢 回去一定是會改的 還有歐洲的打法 大家都看過幾場球 他們都打得很好的 好像林德 或者瑞典幾個 甚至乎老將 克倫柏 都可以打進去準決賽 可想而知 歐洲的打法 都很適應亞洲 他們的打法也改變 也是針對性的戰術 來打亞洲的球員 下一屆 是否可以得到優勢 我想都是五五 不是說實得 還有中國會怎樣 中國的 我看 我私人的看法 他們一定都是兩面功 直板就不會肯定 我兩個 或者多過兩個的直板 我想下一屆 中國肯定有兩個橫板出陣 哦 因為我們都聽過 譬如說在七點多的節目 你也提過 中國應該是一些地方需要改變 譬如說布法也要改變 是的 但是只有一年的時間 準備這個世界錦標賽 中國本身有這麼多運動員 還有他都有兩面功的運動員 不是說這樣 因為中國 剛才我都說過 贏了球就不太敢轉 如果我做教練 我都不轉 贏了你去轉 輸了你怎樣可以 責任背不起 這樣起贏了就不轉 但是輸了的時候 一回去這次輸了 輸了怎樣 你當然要變 變的時間怎樣 那當然大家都拿了錄影帶出來看 那為什麼人家的優點 正如剛才李富榮 他也是世界名將 希恩廷也是這樣 腰鄉人來學習的地方實在很多 好像你看看南韓的球員 他們打球的時間 全副精神投入 每個球 不是說我領先幾分 就會鬆一點 鬥戰 相反我們的球員就學不到 歐洲的球員 在這裡更論盡 一輸五六分就放棄 很多南韓這幾年的水準突然冒起 就是因為他們有很多東西 比你們更加改得好 他鬥戰每一分 大家打到凋時 落後一分 仍然起板 他也有很多步法 他的步法是不是好呢 根本他的步法是學日本的 因為日本近來水準低落了 很多人疏忽了 以為劉南歡的步法 其實他學日本 日本的打法因為打單邊 他就變成一個交叉步友 中國一打埋桌 就未必用得著 多謝 接著是吸收人家的牆 是呀 其實